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歡迎我們回來 今天的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節目 或者再簡單提一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參加我們的討論 我們二線的電話是21341134 21341134 或者ICQ的電話是439457249 ICQ號碼439457249 好了,其實今晚我們都很多人在 除了黃岸然、李永康之外 我們離開了香港 兩個多個月的George Ho 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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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個月回來 他們在這裡也幫我們看看 這方面的通脹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年前 我記得我回到加拿大 時不時回去 曾經我發現 我跟一個以前的中學同學 也是IBM的同事 大家聊起來 他說在IBM 其實他們這麼多年來 經濟不太好 但人工是沒有怎樣加的 但他強調了一點 其實根本通貨膨脹 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沒有什麼真正通脹膨脹 所以奇怪 其實價錢的調整 高低低 我相信香港人都習慣了 這幾天的股票市場 香港人都不是說 沒經歷過 試過很多次 都客慣了 但最近 出現物價的調整 或者高漲 是出現在我們基本的食物裡 才會讓人覺得 這個問題可能是非常嚴重的 例如我發現 一般我們的豬肉 豬脊 牛肉的價錢 其實是高得很厲害的 曾經過去的 鏡頭的價錢 是每天每檔 一千四萬元的 曾經最高升到二千四百元 即是說 是升得很多 有些地方 差不多 不是說 十個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簡單 是升了九成 七成 這就令人 很多人開始覺得 要正視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通貨膨脹 大家都聽過 通貨膨脹 我們所謂文明的 經濟主導的社會 即是資本治療社會 有經濟活動的地方 通貨膨脹 差不多是大家都接受到的事實 好了 今次的問題 其實是怎樣看呢 至今次的通貨膨脹 雖然都有 但是沒有今次那麼嚴重 因為現在大部分低下階層的人士 他們的人工是沒有加的 嗯 即是仍然都是拿著那塊三千多元 四千多元 五千多元 六千多元 那份基本的人工 是 但是他所有的 他數得出他生活的必需品 嗯 醫食住行 全部都超過十個百分之 加起來加的 電費加的 電費加的 然後還有副食品加的 屋租也加的 那肉類呀雞蛋呀 對很多人來說 不是一個副食品來的 是嗎 主要食物來的 是 雞蛋 喏 你不吃這件事 你也會吃別的東西 你是人來的 是 你一定要吃東西 但是現在根本是所有食物的 除了米之外 嗯 全部都是加價 因為加得很厲害 是的 是的 我也看幾前一集 曾經說過 即是 在灣仔那個 有個福群會 嗯 聖亞國福群會 聖亞國福群會 以前是不會 即是這個服務是不會出現的 即是 給一些有收入的人士 給他一些罐頭 給他 武衝回他的營養 但是現在呢 就是有這樣的服務 就是派牛奶派罐頭 是呀 即是好像我們 我們小時候去 去教會 聖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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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變回出來 就出現了這件事 不要忘記我現在在香港 有這麼多人 可以有資格給我們這麼多稅 因為我們 印花稅今年收成一千多億 我覺得 官好像不覺得 在他們意識裏面 食物佔他們的入息幾多 很少的 一般高濕的家庭佔 約10%左右 10% 不是高官 吃東西 雞蛋貴了 那些是零頭 零頭 零頭也沒有 零頭也沒有 那些是零頭 人家最貴的就是紅酒 那些他們就吵了 即是你說 如果你是窮人 其實比例去到 因為你吃東西是第一 你首先吃了東西 健康出來見人 其實你買兩餐菜 如果一家多厚 其實是二三十元 如果升多少錢 二十元 類似 其實在他來說 低薪是最大的支出 跟有錢人的比例根本不成 你又發覺香港的官員不太相信 人們會收市去買菜 或者在酒樓吃剩東西 早幾年試過 有人吃二手飯 例如那些快餐店 吃了一半就走了 有人會過來吃 早幾年通宿 2003年的時候試過有什麼事 是新聞報出來 他才說有這樣的事 不是很相信的 其實我不怪他們不相信 因為在意識裏面 這個比例是很低 在我以前的生活裏面 即我上班 幾萬五十息的時候 真的很低 我都沒有考慮過 買東西貴了點 很便宜的 有鬼他 理得他 去超市買 現在都不是有錢 只是有空間 一個人就會周圍比較價錢 你又會留意 什麼時候買會便宜 什麼時候買會便宜 的確有這些分別 而窮人真的要去追逐這些分別 為了生存 那你可想而知 一加價 對他們來說的影響有多大呢 即是通脹 我有一個問題 香港是一個油市場 如果大陸的東西貴的時候 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 運回其他比較便宜的東西來 都是這麼貴的了 如果我講回加拿大的社會經驗 通膨脹其實是一個健康的社會運作指標 因為你有通膨脹 那些人才會有生產意義 譬如豬肉貴了 自然多些人去養豬 豬肉這麼好價錢的時候 譬如雞肉貴的時候 很多人去養雞 自然人多了養豬的時候 供應多了的時候 價格會落下來 過度時期 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 它一定會有些測試 例如派罐頭 就不用等著那些資源團體派罐頭 政府一定為了它 保證它的選票 那它一定將那些錢 拿一部分出來 去支付那些 社會上比較窮的人 讓他們不會懷恨在心 到將來的選舉的時候會報復 所以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的話 這些現象 例如3-4%的inflation 在加拿大來說 不是很大的問題 一向來講 加拿大的社會是2%的inflation 1.幾%的inflation 但是加拿大就比較特別 因為那個省資的空間又很大 例如你的汽油突然加了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開少一些車 或者是換一輛省有些車 那突然加完又貴了 那你 import又便宜了的時候 通常自然會平復 所以我不知道香港的情況如何 但是好像王學員這樣說的時候 如果香港的官員 政府這麼多錢的時候 就派一些出來 不用等到人們受那麼大的苦 然後才有民間有怨恨 但是香港又不是一個民主社會 所以因為是這樣 就有容忍人們受苦 我相信因為是這樣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 就是民主社會 自由社會 其實香港是有一個自由度 剛才我講回 你說通貨膨脹是一件好事 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 一定是好的通縮 一個貨幣經濟必然結果 因為現在是2008年1月23日 我今天用這張100元 和在2009年用的1月23日用的 那張100元 和一張100元 可以買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每一個人 我都給你100元 給你100元洗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即時需要洗那100元 於是我們可以選擇 為什麼選擇 就是利息去選擇 例如我不需要用這100元 我就儲了它 那就賺一個利息 如果需要用100元 或者需要多200元 那就可以去借錢 要給這個利息 即利息是優先權 去給它用的 這個利息 就是令到它成為通脹 帶動通脹其中一件事 錢的supply多了 是的 錢的supply多了 所以其實通脹 不是一個很壞事 不是一個很壞事 是基本上 我用貨幣經濟 一定會發生的事 什麼時候通脹是壞事 就是當政府 它很長引銀子的時候 這個就是壞事 好像南美、中美的政府 那麼它通脹好像是60% 那就不用這樣的方法 那些是壞事 非洲現在是一個早餐 某個國家是要用到75萬 是否有很多人 攤了一條腸 即是濫用了 大家講的是一個健康的通脹 如果是 我們就不會走上新聞 你明白嗎 如果是2-3% 其實都是問題 但不是 我正想說 通脹現在香港通脹 政府公佈出來 CPI 即是消費物價值號 直至2007年是3.6% 但其實是假的 是的 這個是錯的 為什麼呢 是在技術上令到它低了 我以窮人的角度 通脹絕對不是3% 是十幾% 即是我就是出街 我在阻礙 茶餐廳一看 它一加就加了2元 下午茶由18元變20元 午餐由20元變了23元 4元 它是這樣加的 十幾% 你買的豬肉 牛肉 其實全部都是十幾%以上 為什麼你會得出3%這麼健康 很簡單 一個指數是由人造出來的 消費物價值號稱 它認為一個人應該要有些什麼 審下來計算 但這個評分上可以做出來 例如 南美有些國家 有一隻煙仔必然要入這個指數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煙仔是國家生產 可以隨時減價 香港的情況就是所謂的夾類 炳類 炳類 其實我們現在一般人 窮人最壞的食品就是炳類 如果混合夾類下去 就不太多 夾類是豪宅 那些 紅酒 那些 不會升很多 所以拉雲 也不是3% 而已 好像在我下飛機後 搭機鐵 又是100元而已 對 又是100元而已 的士 又是幾十元而已 的士貴了 今天說一下 加一元 又給他多一元 總之 只是差不多 但我不去買菜 大哥 那就不知道 如果你買菜 你是中產 你也不是太大的 其實你感覺一下 很容易你去這樣 你以前 例如你去提款機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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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錢出來洗 你現在發覺 按得很密 以前 按的錢出來 很耐用 現在 又要按 按過 那你就覺得 其實那個通勁又在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例如你那些豬肉 牛肉 貴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那麼多人去養牛養豬呢 我告訴你 很簡單 別的 我不知道 豬 不是香港 你說大陸 豬就很清楚了 因為香港已經盡量都不鼓勵你養豬 我不是說 香港 我知道香港沒有人養豬 沒有人養豬 沒人養豬 但是 大陸這麼大的地方 為什麼不會這麼貴的時候 應該多些人去養豬 養牛 問題 大陸那些物價是漲了 自己漲了 多人養他也是漲的 他人工漲了 如果加快多了的時候 自然價格就會回落 不是那麼簡單 美國加拿大是這樣 不是 全世界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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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實不是那麼簡單 我就不知道怎麼買了 這麼多人買樓 都算是很便宜的 不斷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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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越來越多 已經很便宜的 土地越來越貴 香港人口沒有增長 香港人口幾年都很穩定 是啊 近十年是 是不是很低的 是否養豬 養牛的成本貴了 沒錯 養豬 養牛的成本貴了 因為土地貴了 豬和牛要用粟米去養 他們解釋 大家最近都看到 其實食物通脹問題 比較嚴重 在中國發言 政府覺得 要鼓勵農民製造多些食物 所以價錢讓他們升 不然他們不太好吃 還生死 每個人都放棄種植 耕作 每個人都去工廠去做事 中國政府覺得不妥 大陸那些貴食品加價 是要申請的 你不知道嗎 不是 你生產多 你可以賣貴一點 不是 加 我怎會知道 他基本上現在都自由 很多東西都自由 但一到發言有些問題 他要批准你才加價 所以很多股票 有些股票和食品有關 因為這個政策出來 立即跌價 因為他裏面是要這樣控制的 那大陸 怎樣這樣說 大陸很多時候的營運成本 是政府之在的 不是 不是 現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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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個大陸經濟起了 其實他的人的人工 基本上都要升 他人吃東西 用吃豬肉量大了 以前的價格是不正常的 現在是正常的 是 即是你試試如果 我們不要大陸的豬牛 全部在美國也可 沒有理由現在這麼便宜 就是這樣 美國的農夫做牛 給我們 怎麼可能好像現在這麼便宜 這就是現實格 一定是升格 政府的官員 有這麼大的營運的時候 應該做多些事情 不要讓議員團體拍罐頭 那你認為這樣怎麼做呢 如果民間有反映的時候 政府官員 好像七十大遊行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上街的時候 政府一定會做事 是可以做事 但因為他沒有太多人出聲 譬如我們現在不出聲 那就有好處 報紙也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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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這個問題 是否這樣 這個問題是否因為 政府派錢不夠呢 如果要照顧 報紙也有說 報紙也有說 現在的議員都是叫政府派錢的 就是用財政政策 政府做事的一定要慢一點 退稅 增加生育金 增加忠援 一般的議員都是這樣提議的 他做不到議員 做不到議員 要付錢 是的 我知道 但問題是解決不了問題 這是不是問題根源嗎? 我們香港的節目的思路不是這樣 問題根源是負食品價格漲了 由非正常變成正常價格 但現在沒有辦法 一定要在過渡期間 要適應人 可能以後都會升 你的社會要怎樣適應呢? 這是一個傳媒計劃 不能只派錢就行 過渡期間的人都要吃東西 剛才王宣說了 外面都是這樣解決的 議員大約就是這樣 有些創造職位 創造就業 都要時間 大家都這樣說 政府都這樣說 人家都會這樣說 只要做另一回事 這麽多年來都是用這個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問題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重複出現 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一個問題根源不在那裏 香港出路的節目不是表面的現象 問題根源在哪裏 為何我們要有可能 很多社會都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譬如加拿大 那麽多錢 都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為何我們香港出路的節目和外面那麽不同 為何我們可以帶領香港帶路全世界呢? 這就是香港出路 你來這裏講 目的就是 不是普通一般人都能想到的東西 我自己深入想一下 問題是哪裏 為何你認為通過範章是一件好事呢? 是一件正常的 這不是一件好事 這又不是我講的 是那些經濟砌漢 經濟砌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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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讀書 那不是讀書間你去想事嗎? 不是相信專家嗎? 我看過一件初期 因為我有句話 不知道是震撼還是什麼 聽過一句話 你上去的時候 廣州的車是一毛錢而已 是呀是呀 他說 裏面三十年都沒有通脹的 即是那個物價三十年都是這樣 那你出一百元糧 你一定生活得愉快舒適齊整 因為沒有通脹 香港人說是差勁的 你用什麼說法 通脹就等於進步 你這句話 你講出來 你有通脹才有motivation去做事 那你做事就更同 你的錢越來越多 你做也不夠 因為通脹會員是令你做什麼都得到吉 我意思是 你這個邏輯在哪裏學畢業的 如果是這麼多人都說我錯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怎樣說 但是 你解釋給網上的聽眾說 你說 一個健康的 一種進步的顯示 一個兩三個百分之的通脹 是一個健康的社會都會有的 即是不會說 這個社會永遠沒有通脹的 不是 我們以前18個百分之的通脹是怎樣 八年代初 是不是很不健康呢 那時候是不健康的 但是 對不起 香港最進步的時候 發財的那時候 經濟起飛債那時候 我那時候 入政府第一年加10%人工 那些是 還追不到通脹 供樓要給18% 那時候我不在香港 八二八三 但是你也知道香港那時候是最厲害 歷史上最厲害 最包庇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很少有現象 我理他正不正常 發財就是那時候 你經常見到這些現象 就不一定是健康的現象 現在今時今日很多人死在癌症 你不可以說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這不是健康的現象 正常的醫療方法 我不能夠接受 就是說 這麼多個學者 經過這麼多人 你什麼學者 很多派的 你先說哪一派 大家有不同的說法 所有經濟學者 都是有的 許寶強又說不是 根本是一個控制物家 有經濟學家 有左派有右派 但是我始終來講 我認為 一個2-3%的通貨膨脹 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其實通脹的大與小 根本不重要 只要通脹多少時候 大家所有社會 有這麼多階層 一起升 沒有問題 一起升 但是現在有一個特別的通脹 就是 升了之後 不是所有社會 那麼多個階層一起升 即是有一些 根本就是 以現在這樣的通脹 他今天生活不了 這個 是一個理想的社會 不是理不理想 理想的社會 當然是可以最後的 一個狠格的社會 都要令到個個個生存到 不用理想社會 加拿大不是可以嗎 加拿大 很理想 我們可以看到 加拿大很長的時間 是沒有通脹的 不是 不是 有的 不過是少 少到1% 過幾% 一樣有的 如果完全沒有通脹 是明顯的 其實我們想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就是 其實我們過去香港人 可以這樣說 大家不斷努力做事 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社會 大家都會很拼搏 但是發現 你拼搏來拼去 最終最終好像都是不夠的 其實我們想 其實深入討論就是這個現象 為什麼這樣呢 當然表面上就是通貨膨脹 其實通貨膨脹的 簡單來說就是 你那些錢是越來越不值錢 你那些錢是買的越來越少 我想知道 為什麼呢 我有一個 observation 就是 就是那個 我比較 就是 香港 或者亞洲 那個 剝削的機會 比美國 加拿大 所以 一比較 那 那剝削和通脹 為什麼 那剝削 即那個 Distribution 會有那個 財富的分配 是比較上 是不均勻的 這個是呢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是 加拿大比較均勻很多 就是 政府會搶回你的 你發達 你會搶回你的 那個 分擔給別人 但是 亞洲 就比較上來講 就不是了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對剝削的容忍 那個容忍度 是大很多 所以 財富是集中在 比較少一處的人 多數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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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層的人 多數都是被剝削的 那 他用什麼手法 剝削他呢 他用什麼手法 會導致剝削 人工壓低 工作時間 更加長 對 根源 根源就是在這裏 那 例如有人說 要 要 要 有人說不好 那怎麼辦呢 你說 打倒那些 說不好的 按下 按下他們的聲音 你要出個正義式 說出來 根源是哪裏 根源就是剝削 我意思就是 也對 這個就同樣 他怎樣用 他怎樣用 他不明白為什麼 亞洲會容忍 剝削 多過 美國加拿大 那非洲呢 但我可以用 Ringsmanger fait 非洲 你不就剝onen 是打死你的 I flee 非洲 是這兩童 非洲 要得 cause 非洲 吶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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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已经很多,中国大陆的食物价格上升, 大家都在报道也看过。 其中一个解释是,因为资料方面增加了。 资料增加多少呢?他没有说, 因为我们在看90%的升,一倍的升。 我真想知道,资料是否增加一倍呢? 就算资料增加一倍, 是否资料和其他营运的比例是多少呢? 譬如你资料转你的营运是10%的, 我当你资料增加一倍, 那你也不会说你的售价要增加一倍。 我听他们所说的解释, 你看看问题是否在哪里, 当然有人说,整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其中一个层面去看, 就是说我们香港的食物, 根本不是一个自由贸易, 根本是有些所谓叫做专利的公司, 那些什么什么行, 就是有人提出, 这些不是我自己作出来, 因为在报纸上有人看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我们根本是有这样一个行, 就是政府给它一个专利的权利, 是要经过它才可以买到这些猪石, 你会看到它卖的行为, 它将猪石的价钱可以提升成倍, 这个成倍是不可以说食粮的增加来解释到的, 因为食粮实在没有增加那么多, 对不对? 其实你看到传媒的分析, 很多评论的资料, 我们希望能够再深入一点, 再看真一点, 还有他们所说的东西, 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法呢? 只有一个讲字, 大家都会说, 说完当然没有说的东西, 我这个节目就不是做这个东西的, 休息几分钟之后我们继续。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好了, 今天又再继续, 虽然今天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但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这个题目本身, 背后, 其实我们真的要深入了解, 因为通货膨胀, 很多人都接受到, 以为是正常的, 有几个percent是应该要有的, 甚至乎还认为是可能是一件好事, 到底是不是呢? 是不是我们经济里面, 出现通货膨胀, 可以说是经常见的现象呢? 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呢? 是不是没有是不行呢? 是不是有才好呢? 没有是更加坏呢? 好了,我们继续。 有一个社会是没有通货膨胀, 你猜一下有什么社会是没有通货膨胀?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 有什么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有两个社会没有通货膨胀, 一个是共产社会, 一个是阿拉伯社会。 还有一个是, 如果没有货币社会是没有通货膨胀, 你养鸡, 他养猪, 你以物亦物的社会是完全没有通货膨胀? 不是, 它在物价那里, 你用一只鸡, 你用一只鸡, 你用一只鸡换两个女人, 你用一只半鸡, 才可以换三个女人。 连那些都没有, 那些是普通的盘胀, 永远都是这么多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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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会不会增加呢? 人口增加的时候, 你会不会增加生产呢? 你增加生产的时候, 你自然会增加货币。 我明白, 以我简单的理解, 譬如你一只牛, 一口鸡是一百元, 现在人口多了, 食的人需要多了, 但你仍然能够一百元, 买到一斤鸡肉, 以我的理解, 这个就没有太多了。 你生产的多了的时候, 你一定要多些货币去买这么多东西。 譬如你生产一百元猪肉, 人口多了, 你生产了二百元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用同样货币, 买二百元的猪肉呢? 当然不可以, 你一定要多些钱。 你刚才说了答案, 货币当然要有供应, 但你的货币供应要跟你的经济符合。 这个世界是不可以永远是match的。 不是, 以前不行, 现在不行,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电脑, 我知道。 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搭到电脑, 那些东西, 银子的公司可以计算得很准确。 我们不知道, 但是, 美国现在是在计算这条数, 美国联邦支配局现在是在计算这条数, 计算得非常准确。 如果是可以, 就已经做到出来, 但他现在做不到出来。 为什么做不到呢? 你曾经说到剝削, 其实我也想让你了解, 你曾经说剝削字架绝对是对的, 但他是怎么剝削我们呢? 其实他是因为这个。 比如说, 在美国加拿大, 你40个小时的工作就是40个小时, 做多一个小时, 即是要给到over time, 在这里不是, 阿曼, 搞定他了, 做完他了, 不用给over time, 比如说我在另外一份工作的时候, 那些人理他做不完的时候, 他不能离开。 一间公司不同, 对吗? 而非有公司给over time, 对吗? 我相信就是很少了, 我还没见过。 为什么有? 这是公司的policy, 你先看日本, 以前是有over time, 很厉害的, 现在没有, 不知没有, 做到死都没有。 因为老板也没有钱给你, 不是, 你知不知道, Toyota, 赚最多钱的, 都不给over time, 做到死的那些人, 你知不知道? 这是这样的剝削法, 知不知道? OK, 那这个可能是一种形式剝削, 但是, 还有一种剝削, 就是我们个人都经历到, 我们做极, 做极, 那些钱, 一直加些人工, 接着, 我相信, 我相信原来, 你最生气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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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听到, 我没有听到, 我们觉得, 我们是被一个制度剝削, 我经常说这些, 我们个人都经历到, 我还当成为一种正常的, 我们不断被人剝削, 我们做的做的, 最后都好像不够, 那这个就是, 全人类, 全球都是在这个经济制度, 被人剝削, 我就不觉得, 在加拿大是这样, 就是, 不会说做的做的都不够, 可能剝削了, 不知道, 是很少的, 就是, 做一下做一下, 就是, 不做, 就是不做, 因为税太多, 那就是剝削了, 就是了, 其实是说的, 不如不做, 但是, 政府剝削了之后, 他将它再分配出来, 始终于是, 不是像香港, 或者亚洲那些, 由那些厂家, 或者那些商家, 放在袋里面, 政府它, 税里面抽出来, 就是, 它会分出来给你, 再将财富分出来, 那这个是, 是一个, 我们给这个制度, 其实是, 个人都被剝削, 个人都有经验, 个人做做做, 两公婆去做, 最终觉得, 好像是不够的, 我最近看一份资料, 其实, 在一百个人里面, 真真正正, 到他六十五岁, 退休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 真真正正, 是经济相当富裕的, 有四个percent的人, 都去到过得去的, 大概有六个percent的人, 还要继续做下的, 其实, 大部分人, 最终最终去到最后, 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的, 其实, 我们的历史, 我们经历的历史, 其实, 不是太多, 我们起码, 好幸好, 香港人, 没经历过战争, 什么韩战, 什么战争,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婴儿, 但其实, 这些好景, 你看看, 历史上, 是不是很长的, 人类思想, 至少近代, 我们记得那些, 其实, 很多困苦, 很多灾难, 但是, 我们现在, 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最终说是, 物价高升, 物价高升, 令到我们那些, 能够购买的能力差了, 在经济上, 你继续通过膨胀, 但是, 我们看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通过膨胀呢? 为什么需要通过膨胀呢? 好了, 看综合传媒说的那些, 他说, 全世界的价钱都在升, 当然, 一种升, 就是正常的升, 就是说, 你的物料是少了, 你说石油是不够的, 要用的人多了, 这是真正的supply and demand, 这个可以解释到, 你的资料, 资料的成本高了, 资料的成本高了, 为什么成本高呢? 可能种植资料的人少了, 或者我们土壤是不能够, 像以前那样, 种那么多资料给那些鸡吃, 所以, 这是解释到, 这是所谓的supply and demand, 好了, 一种解释就是, 其实这个原因导致我们,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资料是增了, 但是增了多少呢? 是否增加到可以令你, 将币的价钱高了成九成, 这样去币呢? 资料不是高了那么多, 很明显, 解释不合理, 你不要说资料解释, 是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主要呢? 突然之间, 由一千二百元, 一千四百元一单, 突然之间高了二千多元, 这个解释不了, 我可以解释就是, 因为, 一向在中国, 物价是管制的, 管制的时候, 你可以将那个弹弓, 它要弹弓, 但是你按住它, 不让它弹弓, 按住它,不让它弹弓, 到现在你再不按的时候, 由它自己弹弓, 它就要弹得很快, 曾经王委员说, 中国的加价是要政府批准的, 不是我们自由市场,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更加是曾经所说的, 就不应该出现了, 它不是任它加的, 它不是说可以加多少, 所以根本就不应该出现了, 有人解释就是, 所谓叫中间人, 有人说中间人是导致这个问题, 因为它垄断了市场, 所以有些人提出解决方法, 在香港开放这个市场, 例如五封行, 香港就好像有三间, 五封行就说, 现在有三间都不错, 好过一间, 有议员提议, 即是有人提议, 当然, 你要自由经济, 我们经常说这样的, 资本主义社会要自由经济, 但事实上, 我们不是真的在做自由经济, 所以很多问题, 不是主义的有问题,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走到这件事情, 解决方法就说, 中间又有问题了, 我举一个例子, 是加拿大的鸡蛋, 鸡蛋是有一个鸡蛋来控制的, 假如是自由市场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鸡蛋, 但是, 如果他们说, 如果没有这个鸡蛋, 那些鸡蛋是不会有鸡蛋的, 因为你有这个鸡蛋, 然后才会知道有多少个quota, 然后人们会因着那些quota, 生鸡蛋出来, 如果你没有这个鸡蛋的时候, 那些鸡蛋就没有那个方向了, 有时又多, 有时又多, 整整一下, 那些人就不养鸡蛋了, 免得生鸡蛋了, 免得做这些东西, 做第一个东西了, 这个一定是错的, 这个这个鸡蛋是错的, 这个鸡蛋是错的, 很多东西都没有鸡蛋去管的, 那些东西是怎样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 没人做鸡蛋了, 没人做鸡蛋了, 因为没有鸡蛋, 没鸡蛋告诉你, 这个一定是错的, 你看看, 第二个我不知道, 但是鸡蛋如果是他们的经验, 没有了这个鸡蛋, 就是不会有鸡蛋出现的, 这个鸡蛋的主要原因, 是随着那些农民, 因为有些政府认为, 食量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被自由市场控制, 所以鼓励那些农民, 那些鸡蛋的人, 就不要担心, 因为一间高, 一间小, 那变成糧食不稳定, 所以搞出这个鸡蛋, 鸡蛋的本身, 是捕铁, garranty supply, 如果没有鸡蛋, 所以食物会贵, 没有人做, 怎会没有人做呢, 没有人去养鸡, 怎会没有人去养鸡, 风险太大, 怎会有风险呢, 小人吃鸡蛋, 谁会吃鸡蛋, 有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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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街市买菜, 很简单, 同样一斤菜, 同样一斤菜, 一定有分别小, 在supermarket买菜, 如果街市买菜, 同样一斤菜心, 你的印象里有多少钱, 不要说你了, 我知道你一定不知道, 我不是说菜十, 我告诉你, 我的经验,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 因为是由两三元, 到八九元都有的, 菜是从荣耳中出来的, 不同样的样子, 是鸡蛋, 三个星期, 现在这只鸡蛋很快, 鸡蛋很快, 中菜它收成, 突然间大家, 菜不用三个星期, 要的, 要的, 菜要时间的, 很多时候, 大家一起割菜, 一拼出来, 就变成两元斤, 所以就吃多些, 我相信很多制度, 有原因就是, 有个原因就是, 有个人想发明制度, 达子中间, 把钱放在自己的袋上, 其实这些说的, 剝削就是这样, 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 益博就肯定不会剝削, 因为它是一个公家制度, 但它养了全班人, 那班人就知道, 你猜那些帽子中, 自然一个职员, 你猜是多少钱? 那些是公家的钱, 是tax payer 付钱, 那都是的, 你其实基本上, 不需要这样的帽子, 你也计算是鸡蛋工业是无缺的, 总之, 这个政府在民主社会里面, 是不可以剝削, 剝削的时候, 它一定会落台, 你想想一下是不是, 所有民主社会都剝削, 但是, 支付主要社会不剝削, 社会主要是没有, 极权社会就没有剝削, 政府是不能剝削之后, 将它放入袋子, 它一定要拿出的责, 分开出来的, 毛主席也没有放入袋子, 那么穷, 那些领导人, 每个个人那么穷, 那极权社会, 没关系, 你做官员呢, 有国主席的版权是很多的, 听说, 没有, 他自己都没有收, 那些版权税是哪个, 是国家的吗, 他写的东西是有稿费的, 那个稿费是固定的, 跟回国家的raise, 他每个月收稿费, 那是给了国家, 不是, 他自己费的, 自己费钱来的, 现在, 那些钱是哪个, 是留给他自己的后人吗, 我相信不是挂, 我们也不知道背后的准确的资料, 到底毛泽东的写钱, 有多少钱, 怎么来, 我们将来有足够的资料才说, 要不然只有个古字, 只有空谈, 没什么意思的, 我们来说回现在的通胀问题,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都有讲及, 包括你曾经说, 政府给多钱, 派多一些, 救济多一些, 因为始终是比较收入低的那一组人, 他叫做甲垒, 他收入比较低, 这类的市民, 因为食物资出的支出很大笔, 所以这种食物的升幅, 是很大大影响他们, 当然解决方法, 在这方面, 多一些生果金, 知而此类, 多一些中盟方面, 或者生家一些, 当然这是一个, 表面可以处理, 暂时处理到, 最长远来说, 那怎样呢, 如果继续这样上, 是否继续一次, 那自己怎样来呢, 好了, 有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不如将中间人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呢, 第一, 打开自由竞争, 不要只指定那几间可以做批发, 给多年人可以参加批发, 亦都有一个建议, 将活猪的供应量批发价, 公开它, 政府有这个数据, 今天有几多头猪入香港, 价钱多少, 就是公开它, 其实我们以前也说的一本书, 《魔鬼的经济》的本书, 发现很多剥削的行为, 出现在, 当资讯不对称的时候, 剥削的行为就会出现, 要倒转这些剥削行为, 我就将这个资讯公开它, 所以也有人就用这个方法, 我们香港应该, 政府有一个网站或者资料, 将这些供应各方面公开它, 但你可看到, 这个价钱的升幅, 其实也不是我维持很久, 突然之间, 那些拍卖房, 不知为何, 就是用这么高的价钱, 来逼迫这些货, 但很快都是平稳的, 所以长远来说, 其实也不是问题根源, 不知为何有猪肉价格会回落回来? 他意思是说, 你不要拿这些借口, 你说我们因为供应少了, 那是少过一段时间的, 可能有几天是少了, 但不是长期少, 你看回政府的回应, 有段时间, 本来是四千多只活猪, 最近就少到变成三千多只, 他也说, 因为近伸延, 所以肉类的需求量是增加了, 亦都从企图去解释, 解释为何会贵了一点, 但你可以仔细看, 其实最终最终都不是长期加的, 所以在某程度上,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价钱, 也不是全面加到一倍的专用, 其实都未见到这个情况, 中间有一个问题, 当然一种方法, 就是将这个资讯公开, 第二个就是增加多些自由竞争, 就不应该被某个行, 拢占了这样的拍卖市场, 最后我们就看到, 其实通胀的最主要根源, 在经济学, 我最近都看了这些书类, 其实最主要通胀, 就是当我们的钱大量来到印银子, 是多于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经济活动所需要的, 这个是基本通货膨胀的根源, 好了, 这是另外一个不正常的, 这个叫hyper inflation, 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inflation, 就是政府印银子, 这个不可以这样的, 由头到尾, 我们近代史里面, 我们的通胀膨胀, 其实背后的主要原因都是这个, 譬如美国政府, 借贷都很厉害, 美国政府怎样来幻想, 现在美国是没有通胀膨胀, 不是很严重的, 因为那些cut rate, 如果是通胀膨胀, 不应该cut rate, 那美国的通胀膨胀, 为什么不厉害呢? 因为它有核心指数, 核心指数也是做了一条数出来, 因为它的流房价格上升得很厉害, 因为它的流房价格上升得很厉害, 因为中国人的中国人在那里, 就是那个inflation就低了, 你不买楼就算了, 你可以不买的, 你可以租楼住的, 租楼住也是会贵的, 因为租金也是反映的, 因为很多人有楼, 有很多楼出租, 租金不贵的, 现在在加拿大租金也不贵, 因为很多人有basement出租, 我们说一下, 现在我们遇到这些物价的高升, 背后是否因为供应的原素呢? 因为有传媒报道说过, 它说全世界都有这个倾向, 我想一下, 为何会有这个倾向呢? 一种简单的看法可以看到, 很可能, 现时, 譬如中国大陆, 或者印度, 其实中产阶级是真的增加了, 变成它们的消费能力, 其实某程度上, 它们也是不断地增加的, 可能以前中国大陆很多食物, 自己人不能吃, 那就给香港, 那就大量供应香港, 现在最近发现, 中国自己都供不应求, 即是说, 这个反映中国大陆, 是富裕一些的, 所谓中产的人, 其实真的可能增加了, 遇到这些基本的需求, 就多了, 这个解释到, 为什么粮食的供应是不够了, 如果这是根源来的, 这个是真正的根源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解决的方法呢? 当然, 一方面就是, 不要吃那么多肉, 因为大家知道, 肉类的经济, 就是地球的环境, 是很大量破坏的, 肉类的经济, 的回报是很差的, 比如, 等于, 你投入一百元到银行, 最后, 你就变回十元拿出来,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资料都说了, 因为我们要用很多能源, 种植很多的稻米, 谷米, 去养这些牛脊, 养这些动物, 我才拿回它的相对的卡路里, 拿卡路里计, 卡路里计, 卡路里计, 就是说, 我用一百个卡路里, 换十个卡路里出来, 如果我们的地球真是物价高性, 因为我们人口的需求大, 食育的人多了, OK? 我们解决方法, 当然, 我们不可以再继续, 养活多些畜生, 因为资料都不够了, 我们的做法怎么解决呢? 简单方法就是, 将我们的饮食责乏减低, 有外国做过报告, 如果美国人能够将食育的习惯, 减十个percent左右, 已经产生的谷种, 已经足够为全世界所有饥饿的人, 这个才可以看到问题的根源, 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的饮食习惯就减低, 很贵, 就吃少一点, 20年前, 已经不需要做了, Diet for a smaller planet, 这本书已经翻译了很多, 很多人都说了, 20年前的那个书, 美国人都看过这本书, 但多少都做不到, 为什么呢? 资本主义, 而且, 中国人看到美国人, 肥得那么紧要, 那么多病, 但现在中国人的糖尿病, 的率, 飙升得很紧要, 因为有饮食习惯, 这就是我们解释, 为什么人类会那么紧要, 我可以告诉你, 但它仍然是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又不明白, 你看, 因为不是真的很多人看过那本书, 不是真的很多人看过去明, 不是很多人看过去明, 是身体力行, 这个很简单, 很多人做不算, 但很多人不是身体力行, 包括我再说, 好了, 问题就是这样, 或者我们需要2012, 地球浸水了, 那我们才会醒觉, 可能人类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那你也可以做多些, 只是老味都好吃的, 如果我们看到通胃膨胀, 就是肉食, 基本的供应, 是需要更大, 那香港人就会成为价格高, 那我们就可以转我们的饮食的方法, 还有这种饮食方法, 就是减少肉, 其实对我的身体也好, 对地球也好, 还有, 当物价高, 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令我们不要那么浪费, 因为香港人有很多钱, 百分之四十的衣服, 买回来从来不穿, 这是香港人的过去的习惯, 当然香港人可以提供, 但地球提供不了, 我常常在香港说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不要抄争人家呢, 因为我们想到计划, 可能比全世界好, 所有的专家, 都用一常理, 你留下就可以了, 用你这个解释的时候, 就由得它贵, 贵便好一点, 吃少一点, 是吗? 由得它贵, 不是你的控制, 那你不需要它就可以了, 你想它, 就够吃红豆, 不用吃红豆, 你不用吃红豆, 好多其他食物, 吃豆腐, 那你吃其他食物, 从而可以帮助看到问题, 这个是一个实在的解决, 不要说我们表面的通胀问题, 整个地球面对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可以趁这个机会, 深思一下, 从而真真正正的考虑的解决, 好似我全天看, 他不用批盆头, 教他们如何吃豆腐, 就行了,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的食粮, 是真的慢慢的月不够了, 那我们怎么可以做呢, 自己去种一下东西, 我在德国看到, 原来有一个家庭, 他的花园里面, 其实是不是种那些, 铺光草的, 不是种花的, 全是可以种野食的, 是相当之好, 他家里那些, 食剩的那些, 植物那些, 蔬菜那些, 他用来做肥田料的, 我看过, 是一点都不臭的, 一大堆在那里, 他自己是种很多食物的, 其实德国在环保的意识方面, 是做得比我们其他很多国家好很多的, 日本, 德国这两个民族, 真的在这方面是很有智慧的, 那就是说, 其实呢, 这是一个机会啦, 就是香港人, 就不要只说, 政府派多些钱, 做些这些, 当然, 这是一个在表面可以做到的, 但是根源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做来做去, 做得到德国吉呢, 根本就是我们整个经济系统, 是有一帮银行家, 由百几二百年来, 都是用银子, 印银子的方法, 来弄断, 来控制我们的嘛, 弄断股票的那些, 跟着就全部踩下你, 你以为我们香港人, 你有没有去炒股票呢, 你懂得把我们的股票那么低, 根本就是我们不是我的人, 根本背后, 当然是有人在做的, 我要了解很多经济的问题, 可以看深一点, 你要看到根源在哪里, OK, 有没有, 吃多点菜, 吃多点菜, 我同意, 完全同意, 吃多, 吃五谷就可以了, 人应该吃五谷, 传统智慧, 大部分的, 我们食粮的方面, 其实我们的食肉的习惯, 是伤身体, 亦都是伤好大自然的, 经济方面, 其实是一个时刻, 让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人类是应该, 希望有个智慧, 是不需要大自然的毁灭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 可以预防将来的, 2012年的可能的灾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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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讲到超多时间了, 但始终, 这个问题要彻底去讨论, 大家深入了解多些, OK, 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 多谢。